高雄市有一位28岁的理性男子 利用脸书张天卖枪的讯息 不仅po出了多把改造手枪的照片 甚至还公开留言呛警方说 枪支怎么改怎么玩政府管不着 他被捕后呢 向警方坦诚已经用2500块的低价 把一把改造空气枪 卖给了未成年的高中生 警方讯后将他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预送法办 脸书上一张照片 po的全是自制的改造手枪 这名绰号保利达的理性男子 不仅在脸书上张贴卖枪讯息 甚至还留言挑衅警方 说枪支怎么改怎么玩 政府管不着十分嚣张 那还央演说他的照片是 专门po给警察看的 那他的改造的枪切力 也把人距离还有一点点 他说那个法律是实的 那枪支怎么改是我的 经过分析比对资料 警方锁定这名理性男子 就住在高雄市阿联区 将他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一把改造的左轮手枪 以及子弹树枚和其他改造工具等证物 理性男子更坦诚 先前已经有两千五百元的低价 将一把改造空气长枪 卖给一名未成年的高中生 这个枪械贩卖之后 他经过再改造 那其实都可以达到所谓的 具有杀伤力的一个枪械 那其实触犯相关的法律 理性男子公开贩卖枪械已是违法 竟然还敢留言说枪支的照片 就是要贴给条子看的 现在条子看到了 理性男子终究还是得接受法律制裁 联业报流行军高雄报道